你現在聽到的是神汪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同分 不好意思,剛才忍不住笑了出來 就是汪勞說 其實前特首的簽建為止 肯開放的話,一定有很多內地人會去打卡 目測所見,很多人去沙田ICAC的位置拍照打卡 其實在佐敦那裡也是 佐敦油麻地的ICAC 都是有很多內地人去打卡的 不是開玩笑的 香港勝在有ICAC 香港其實有很多東西是值得銷售的 不過現在人們不敢銷售這些 銷售這些好像是政治不正確 很糟糕 讚斯山就說 國內旅遊熱點要有獨特自然資源 加上文化差異 最近大熱的哈爾濱冰雪世界 西安大唐文化長期旅遊熱點 其實你是要銷售那個地方的傳統 其實是 我剛才說了 為什麼我會舉起青島和上海的兩個例子 其實青島和上海的那些 跟香港的那些有點相似 也是被外國管治過一段時間的 上海還有很多不同的租界 在這些情況下 是一個東西文化碰撞 東西文化碰撞 你有兩邊去看的 一邊你可以說 西方列強入侵中國那些 你可以用這個角度去看 但是 你也可以很正面去看的 西方列強去打中國 其實也為中國帶來了一些新的思維 就是腐敗的是清政府 大家要記得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清政府是腐敗 西人來打你 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為清政府腐敗 這個源頭你一定要認清楚 如果清政府不是腐敗的 不是職弱的 清朝不是職弱的 會不會被人打呢? 這些事情 我認為 這些事情你是不是也要有一個 比較正面的認知 因為你之後還是要跟西方打交道 如果你是很負面的 有些事情都說得很負面 我告訴你是不行的 就是這樣 那麼 Samuel Ng 他說 E7 Samuel Ng E7 他說 堅尼地城上星期很多人打卡 其實 有些特色的地方 就一定會有人打卡 其實你要有特色 還有 其實香港的文化軟實力 你都沒有用盡 有些人說你要開演唱會 那些 開演唱會是一樣的 有些位置可以被人打卡 又是另一樣 其實 有些旅客是特意去九龍城的 為什麼有些旅客會特意去九龍城呢? 就是想野生捕獲這個周潤發 我說真的 不是開玩笑 真的有些在海外 來香港的旅客 在韓國的旅客去香港 是會去九龍城的 日本的旅客有部分都會去九龍城的 有些是為了撞周潤發的 有些人是為了撞周潤發的 我記得韓國Running Man也試過有一集 如果沒有記錯 這個好笑的 我記得 這個Running Man很久以前看的 他特意去撞周潤發的 就是看周潤發在哪些景點 他在Running Man這套綜藝 那些人就想去撞周潤發 結果好像第一次是不行的 如果Running Man沒有記錯 第二次他真的在香港撞到周潤發 其實就是 哈哈哈哈 所以你說 有些事情是不是可以做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你譬如在九龍城 打卡 看不到周潤發 或是撞不到周潤發 跟他野生捕獲 你可以起碼有些打卡位 周潤發經常來這裡 有個銅像 或者有張相片可以跟他打卡 即是 相片的牌 可以不可以 你也可以問一下周潤發 你九龍城可不可以搞這些 哈哈哈哈 起碼也幫一下香港的經濟 香港的經濟現在好不可以的 哈哈哈哈 其實大家都知道不行了 就想辦法搞定它 你不要說政治不正確不做 我看得不太對 那 那 現在很搞笑 不好意思 我不想這樣說 香港現在的情況是很搞笑的 那麼周潤發就說 韓國人最喜歡在香港買卡羅賓熱浪 哈哈 有很多事情 其實 香港好 你不知道而已 我的看法就是 對吧 Kong Kimi 就說 發哥經常在香港到處走 已經是流動打卡點 但是你要給別人安慰獎 沒錯 他是流動打卡點而已 但是 你也要有些安慰獎 就是 看不到周潤發 跟銅像打卡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好了 說一下輸入司機那裡 現在業界又 又新 哎呀 成本重啊 就是小巴業界 其實一開始 你以為輸入外勞 那條路已經是錯了 結果你不是問政府拿錢 你就是問政府拿政策 其實政府拿政策 政府又不是沒有成本的 其實有些事情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們那些小巴 真的必須的服務 就是沒有其他替代的東西 沒有地鐵 沒有巴士 沒有替代服務 你是必須的 其實倒不如政府搞 就是補貼這些小巴善路 就是我的看法 這樣更便宜 就是我的看法 你現在用這個方法 就是為了解決 小巴客車業界人手不足 你又搞輸入勞工計劃 那麼 上個星期四 第一批 三十個小巴司機來到香港 接受基本培訓之後 六個司機完成了駕駛執照考試 不是全部過關 但是路市只有兩個人合格 四個人要重新考牌 其實這件事情我看到的時候 已經覺得 唉 你一開始的路 你已經搞錯了 其實 香港現實不是沒有人肯駕駛的 香港是有人肯駕駛的 但是你看一下 實際上 其他駕駛的人的收入是多少 你現在 就是出不起錢請人 現實就是 有人說 做的士沒有兩萬多三萬 其實做的士 你做好一點的人 是有兩萬多的 這些數目 別人都鋪了出來 其實有些群組都鋪了出來 其實兩萬多三萬 你駕駛的士是不是很難做得到 我告訴你也不是 事實上 就是 當然 有些的士司機說沒有 沒有賺這麼多 我住公屋而已 當然一定會有這種人 這些我覺得不要緊 現在市面 做的士都是難做的 我也要說回 其實 為什麼說做的士都是難做 少了人坐的士 其實是靜了很多 其實是 這個也是事實 那麼 做的士有人駕駛 駕巴士有人駕駛 巴士到現在都聘請到人 巴士都聘請人 兩萬多三萬元 新人獎 也有兩萬多 成巴士 那你就看看 究竟那些人 他反正都是駕駛 倒不如駕駛一個賺得多一點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的小巴士賺不到錢 還有小巴行業 現實是不斷萎縮 因為你政府的政策 令到它萎縮 尤其是 綠色小巴 綠色小巴 根本是你的政策 令到他們收皮 嚴格來說 我講的是 我講的是事實 你們做的政策 令到別人收皮 那你又要繼續維持 對市民的服務 那你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補貼 其實就是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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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Y就說 車主最慘的是 商業車15年就要劏 這個也是的 這個安全的 這個沒得說的 那麼 那麼 現在講一下他們的 業界的問題 就是考牌考不到的那些 現在就說 香港的考牌和內地不同 考牌觀比較注重細節 那譬如 剪線 一定要領頭望 其實 剪線一定要領頭望 你正常駕駛也是一定要的 因為車子有盲點的 你說不是啊 現在有什麼 Blind Spot Monitoring 就是鏡子會亮燈的 但是有些車沒有的 你的習慣就算 現實就是你駕駛一些 有Blind Spot Monitoring 叫做BSM的車 都要領頭望 我習慣了就是會領頭望的 不會說完全不望 因為不望 其實有可能會 在你的盲點上 有一部車出現 其實是 那麼 Cheerful就說 的士司機 報每個月 兩千至四千元收入 拿做援 拿公屋 但是實際上 我看到有一個專欄作家 在香港就寫說 它是最低工資的 就是 的士司機 這個肯定不可能 我告訴你 就是那個專欄作家 是亂說的 在AM730那裡寫 就說 的士司機是最低工資 我告訴你 的士司機肯定在香港 不是最低工資 就是 你說 是不是個個都有三萬 我就告訴你 沒有 但是 個個起碼都有兩萬元 其實駕駛的士 如果你正經這樣做 當然有得駕駛 其實是 佐特就說 的士由申請加價起標到32元 小巴司機多數老人 人工事實上是太低 只有萬多元 駕駛這麼多個小時 證券分略員就說 小巴優點是快 以及可以在小路 和燈口位下車方便很多人 其實 就是這樣說 小巴是方便的 但是 小巴這件事 基本上是開始適備的 這個行業 當然他們現在 打算輸入外勞 但是 這個也解決不了 問題 你說 那全部小巴都是外勞駕駛 我說過實情 我可以預見到的情況 就是 你如果全部都是外勞駕駛的 小巴 那些人會 不回答的 為什麼 我可以預計到這件事 那些人會不回答呢 不是說 香港人歧視外勞駕駛小巴 而是只要有一兩次 叫什麼有樂的 他不停給你 你已經不會再坐了 其實 現實就是 我只是說過事實而已 其實就是 嘉嘉就說 勤力有兩萬多 駕駛的士機 你勤力可以駕駛到有三萬 我知道 那 Kelvin Kwok 就說 我不贊成輸入外勞 但是 很多香港小巴司機 態度很差 可能要 政策把司機年輕化 你現在 你輸入外勞 這樣才算 是解決到一個問題的 但是 會製造到更多的問題 其實就是 其實有些事情很有趣的 就是說 在香港駕駛右軚車 道路左上右下 和內地右上左下 駕駛左軚車 對 考香港牌的影響 就不大 他說 去到內地或者外國駕駛左軚車 兜兩個圈都會熟習 所以不是太擔心 但是問題就是 你的習慣是承自然 有一件事叫做 什麼叫習慣承自然呢? 當你在緊急的情況下 你做的事情就會 和你自然反應一樣 譬如 你遇到危急 危急的情況 你如果駕駛左軚車 你遇到危急的情況 你前面有東西頂住 你當然 下意識就會向左樓 下意識就會向左樓 但是 在其他地方不是 你要向右樓 就是駕駛右軚車的地方 這是有差別的 其實下意識是很大的潛在影響 其實 DOSA 就說 元朗六軚車 看到請人月薪九千 這些是沒有人駕駛的了 其實駕駛小巴也很可憐 我也說過 Tao East Elric 他就說小巴有岸中下車 有站的就是了 有車站的就是了 如果你有車站的話 就只可以在站頭下 那你用這個案中下車的方法去營運是可以的 但是小巴方便的是什麼呢 就是什麼什麼有下 就可以下去了 Patch and Wong 又說 大陸人 就是開車的手勢都不同 正棍分類員就說 現在小巴變成了乘客案 頭頂小登祭要求下車 我 也有坐小巴的經驗 我那次坐小巴是不懂路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怎麼下 我就跟司機說 我要去這裡 在哪裡下車 你告訴我 你停給我 你說 不懂那個地方的外路 可以做到一樣的事情 我就告訴你 難一點 你起碼要熟路的人 譬如你說的地點 是一個地標 但是要在小巴線 你再要走過去那個地標 如果你是外路 不熟知那個地方的情況 你可不可以告訴那個乘客 你在哪裡下車 這個就是這樣的問題 周周里就說 小巴司機都要熟香港的路 路是很小的 以及你開車的方法 還要載這麼多人 外地人來考 其實真的要謹慎 其實是 Date就說 試過陪媽媽 才會搭6人 司機大支野 以及燥到 其實 她一定是很燥的 人工又低 年紀又大 這家就說 月薪得9000 怎會有新血 其實你用外勞 去解決這些 低薪的問題 或者沒有人肯入行的問題 其實是解決不了的 當然現在 營運這些綠色小巴的人 她也是想無可想的 我相信也是要求政府補貼 就沒辦法補貼了 但是補貼不了 現在就 外勞 退而求其次 但是 外勞這件事情 其實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我的看法 這家就說 紅頂多數都要叫下車 紅頂應該到現在 都不用請外勞 就是我的看法 紅頂那些 他們有他們賺錢的方法 那麼 Emmer Long就說 新加坡就用外勞開巴士 香港千萬不要學 我一定要說 有一件事 你學新加坡 你開巴士那裡千萬不要學 新加坡 香港很多人的出路 其實是走去開巴士的 其他東西沒得做的時候 他就走去開巴士 這是出路來的 這是到最後出路 就是好像 在澳門做可觀一樣 如果最後出路也變成外勞的話 那個地方是很糟的 其實是很糟的 這是很糟糕的 那 政棍分裂員就是紅頂 其實紅頂他們有方法賺錢的 他們 當然他們 收費是海鮮價的 也是 當然他們有行規 如果你入了線的人 當然要根據那條線的規矩去做 但是 他們 有辦法在公海找其他吃的 即是有意外的時候 有交通阻塞 或者打大風 他們有辦法找多些錢的 那 Patchett Wong說 新界這麼多的小村子 那些大陸人怎麼認識 也會很混亂 其實 本來我認為 因為 那些綠隊 很多都是去一些 比較少人住 少人去的地方 即是在古洞那裡 就有綠色少巴 即是在西貢那裡也有 還有中間那些地方 譬如 叫他們去哪裏 他們大概會知道 還有你告訴他們 你要去哪裏 你不知道在哪裏下車 他們的司機是可以幫到你的 叫你在哪裏下車的 其實就是幫你的 所以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這些是提供必須服務的 即是一般市民也是會坐的 必須的服務 你用外勞也不是什麼辦法 你到最後可能還是要補貼的 你倒不如現在補貼 然後令到有些人入行 可以做這件事 那你起碼解決了 就是中下層賺食的問題 不過當然 就是我這些紙上談兵而已 有些人就說 你講的東西沒用 不行的 那也是的 我講的東西也可能沒什麼用的 那早上就說 韓國都像小巴那樣大小的巴士 就是當村巴歸類入巴士公司 巴士公司也做了 其實就是 那些巴士公司怎麼可以做這些呢 其實就是 要他們投標的時候 就投一些 有些線路是沒有錢賺的 就是夾在一起做 但是這些做法 其實也不是很通的 那算了 那天下第一爺就說 小巴用外勞可以預見 中港矛盾實多了 吵架就天天上演 那這個我認為也會有的 那佐特就說 保安地盤民原餐飲都引入外勞 這些行業不算最後底線什麼 其實我也認為這些行業是最後底線來的 但是他們也照做 就是現在最後底線已經動了 就是大巴那裡還沒請外勞 那你說 保安那些 就是說真的 保安那些 現在有些公司也研究說要請外勞 但是這件事情跟我之前也說過 就是跟公屋 這套制度是有關的 那些人為了輪到公屋 他們不肯做保安長工 那這就是一個問題 結果那些公司又是要想 喂 不是啊 現在我們還是要請外勞 因為請不到長工 請外勞有沒有好處呢 那政棍分裂員就說 補貼又會令政府有赤字 這樣 其實補貼可以 就是一條小巴線 你補貼要花多少錢 都不會有一個 老實說 不會有一個 立法會議員花那麼多錢 就是你補貼一個司機 或者一個立法會議員收的錢 可以補貼很多司機 就是我的看法 你本身都應該要出九千元 那你最多就是補貼一萬元 是吧 如果要補貼的話 是吧 就是補貼一萬多元 就是一個議員的收入 可以補貼十個這些司機 小巴司機 是吧 你想想是不是 其實這條數字就不是很大了 如果你說要令到香港有赤字 就肯定不是這些補貼會令到香港有赤字 你給錢那些政棍當然還很嚴重 對不對 就對了 Ninxler就說 昨晚去商場一間食店 前面七個人 我兩個人都進不了去吃 店員說只是可以外賣 因為全店只有兩個員工 做不到堂食 真是無奈 請人是很難的 其實飲食業 什麼公司搶到人呢 就是 他起碼出到兩萬多元請人的 其實就是 你說這樣不行 這樣要外勞 請外勞的人是不是出兩萬多元請外勞 事實上當然不是 我也說過現實而已 其實根本就是 有很多老闆是不肯用一個合理的人工去請人 這個是現實來的 那 那 那 糟糟糕就說 那外勞司機會不會說普通話 整天的嬸嬸和叔叔溝通有難度 這些是不知道的 這些是 那 那PINKY PINKY就說 那些議員說得很容易 什麼都叫政府補貼 你現在 要不就用政策去補貼 要不就用錢去補貼 其實就是 就是我的看法 要不就用錢去補貼 要不就用政策去補貼 如果你的服務是必須的 我要說 不是每條綠色小巴線都是必須的 有些小巴線是必須的 但是 又不夠客人 那你要提供必須的服務 你沒有辦法的 你也是要補貼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河虎就說 我公司的餐廳 都沒有出到兩萬 還是一萬多 都還有人做 那 政策分類員就說 根本不應該請外勞 其實你說請外勞 我反對嗎 我要說清楚 我不是很反對請外勞 譬如你做一些大項目 請外勞這些正常 但是 社會的最基本 人們要有工作才行 如果人們 結果每個人都去做 現金出糧 每個人都去炒散 其實對政府來說 都是一個傷害 我講過事實 如果你做巴士司機 你要交足稅 你要交正稅 都有人去做 為什麼呢? 為什麼做巴士司機 交足稅都有人去做 因為他出的工資是合理的 為什麼做保安 就是 要交足稅沒有人做 因為工資是太低 如果你交足稅的話 全部報上去 你連公屋都申請不到 有些事情是扭曲了 你就要審視一下 但是 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你要看看 現在 究竟 社會真正正在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順圈媽就說 的士收入有些連最低工資都沒有 有門路轉行 打工比開的士 起碼有勞工保障 其實 的士那裡 你真的要看看 有些人做得好的 真的有兩萬多的 有些人做得不好 當然是出貨 天下第一爺就說 最近發覺大埔出深水埗的 紅man好像沒了 那... 做不住就當然是沒得補的了 現實就是 算了,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蒙6食 蒙6食 蒙5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